這個視像很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保堅哥 你去了哪裡做事啊 今天就有特別任務 在東京就派了過來大阪 倒市那麼早就 早上5點起床 搭第一班的新幹線 過來大阪 都要三個多小時 過了9點多10點 接著就做了一天這些展覽會 我送了一張照片給蔡蔡子看 她就說你要做鴨 在她眼中做什麼都是做鴨 沒錯 我告訴你 現在就在大阪酒店 你知不知道蔡蔡子 我介紹一下嘉賓 今天的嘉賓就是嘉姐 Alika 她是什麼品牌魔術師 剛剛作的 今早想的 入錄影前的2秒 我發現和嘉姐做節目很好玩 因為她轉數快 轉數快是一個號碼 給錢給得快 所以我和她做節目很好 剛才提到蔡蔡子 其實是我們電台的總管 我不知道你小時候有沒有聽香港電台 有沒有聽過蔡浩良這個名字 其實上次好像見過她 沒有呀 你那天說 原來她的藝名是蔡蔡子 對蔡蔡子 因為那次你介紹的是蔡先生 對蔡先生 然後她剛才說到 你給了任何一張照片 她都覺得和一些色色的東西有關 掛鉤 這麼厲害 她就覺得剛才她工作上展銷會 就覺得她做鴨 我曾經 因為她監製了很多節目 我有另外一個節目 就叫做 《空姐空笑大變身》 那個節目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她們不用這些 那些倒掛的咪 她要 現場 就轉了一些 用咪站的咪 為什麼呢 因為她覺得這些倒掛的咪 會遮住 那些空姐的樣子 那個樣子 其實蔡蔡子要求 對 然後有一天 因為那些空姐全部不來 就只剩下我和一個空笑做節目 然後她們習慣用一些 Stand咪 然後我就問 是不是要用Stand咪 她說今天不用呀 沒有女生呀 那她當你是男性 然後我說 其實我也是女人 對 她說 當然是不同的 別人的低胸 你有沒有低胸 這樣 但真的上來穿低胸嗎 不是吧 她們真的很厲害 這麼薄嗎 這裡直播室呢 我攬了披肩 大四鏡 零下四鏡 但她們就低胸 她們真的小背心低胸 每次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 我真的要看回 她們真的很厲害 那些空笑會不會露出手瓜 沒有 空笑是正常的 但那些空姐那些 為了出鏡出位 她們真的低胸 不死一齊 不死一齊 這些參加香港小姐的話 我就輸眼了 這些我就輸眼了 其實你在她的旁邊不是更特別 是嗎 封到上鏡 人家才看到你呀 一拍往來去 每個都是這麼深入 只有你一個樽領 是呀 樽領再加一條頸巾 在品牌來說你就贏了 是嗎 人家看到你嘛 是啊 我最突出的 當然 今天我們的嘉賓隊場 就是這個 Yes I know 就是這個品牌魔術師 剛剛作的 我就知道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品牌魔術師 其實因為這樣的 是什麼來頭 我自己的公司是做品牌的 但是因為始終你們的出街節目 是 我說branding好像很boring 是很boring 不如大家講得 interesting一些 其實某程度上做一個品牌 對於我來說是很有趣 還有幾次變魔術 由沒有變有 又有又再厲害些 那是對於我來說是一個magic 那就是說 你有做品牌 也有做一些娛樂圈裡面的所謂的經理人 算是 因為其實我們做品牌的對象 其實是有人物 會有公司 或者公司旗下的產品 都會是我們服務的對象 那人物的話 當然會有些企業 或者是一些企業老闆 那些 其實好幾年前 我們都開始接觸一些娛樂圈的東西 所以有些藝術師都是我們這邊管理的 嗯 那就是說 就由不出名的藝術師就變成 也未必的 未必的 因為其實 可以rebranding 但我想問rebrand的意思就是 是一些不起眼的藝術師 可以這樣說嗎 都不是的 其實說真的 做品牌是甚麼原因呢 都是希望大家記得它 和認得它 等於你去買一支豉油 除了你口碑之外 其實就是品牌效應的 你也要認得它才行 對 外觀上也有些內涵 我們就會做這些外觀加內涵的服務 在人或企業或產品上 但是 豉油呢 這個樣子我們就硬了 阿爺呢 這麼多年來都說風水問題 永遠都要用這個樣子 不可以將外形改變 那你怎樣去入手呢 即是你說是人還是豉油 搞定怪爺 搞定怪爺 即是叫阿爺 搞定怪爺就可以了 那所有事情我覺得呢 是有個決心的 例如我們合作的夥伴 我們每一次談這個品牌怎樣做 不論是人也好 產品也好 還是公司也好 大家需要溝通 是有一個目標的 因為說真的 我今天告訴你 你讓我們做完這個品牌 你懂得飛 都未必會相信你的 我們是要落實 大家談一些目標 我們的做法 就不會談一些二十年後的目標 即是先短期一點 而且還是說一句 做品牌 譬如我們銷售東西 我沒有什麼展示售 我們只是一個概念 你在市場上 我們希望你成為那個市場的 rockstar 為什麼呢 喂 第一人只能記得 你看奧運 你就會認識冠軍那個 亞軍和貴軍是否厲害 都厲害 但你不會記得 就好像香港小姐那樣 Exactly 是啊 那些人永遠都會記得 本軍那個名字 沒錯 反而呢 或者你甚至不當選 反而在旁邊那些 第四、第五 就立即被人簽了 因為那些在某個 category 它就是第一名 他選光正 可能選不到第一名 但是在某個位置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很簡單的 這個品牌定位 我們要將我們的客戶 不管是人還是事還是企業 成為那個行業的 rockstar 即是第一名 因為我們的概念 除了第一名之外 沒有人記得是二、三、四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如何入手 當你見到一個品牌 你在你的經理手上 有什麼品牌 你覺得是起細換身的呢 又沒有去到死的 死應該都找不到我 因為我們服務也需要銀兩 死了也難搞 其實我覺得是 不如這樣說 啟發到我在香港開一間公司 其實真的要多謝一位artist 他就是道德志先生 現在全香港都應該很多人認識他 這幾年的品牌都是我們組成出來的 他是全城最威威的升級健身教練 他還要六十幾歲 但是還要六塊腹肌 我見到他很健康 很厲害 他除了香港之外 我們就發展之前有中國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道先生 因爲他真正正地演出 我在香港做出品牌 這段路 其實他那麼成功 是因為他自己 真的 表現一個很厲害的身體給人看 還是他網上有沒有拍片 教別人做 work out 因為其實一個品牌 本身 好像我自己開公司之前 也會幫人打工 打工的時候人家都會有很多產品 那你是不是永遠都會拿到最厲害的產品才好呢 其實不是的 你每個產品都有它的優勢 等於你剛才說到的豉油 入到超市幾十瓶 但每一瓶都有它的優勢 那怎會偶納不倒拜呢 當然有人會買不同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 其實杜先生本身自己是厲害的 因為他真的在運動界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 我們到處可以健身 不一定要入健身院的 可以去運動在泊址 他二十多年前已經是泊址 本身他自己在這個行業 我覺得是一個pioneer 而且他是有新教 不是一個大肚腩的人在教你做運動 他自己本身很fit 很注重健康 那就是正 本身他的base已經是漂亮 變成組裝起來就更加正 所以達到那個目的就會更加快 那他通常大部分時間 他是做別人的私人教練 還是品牌的代言人去賺錢呢 其實呢 只要你有名 那些東西就會回來的 我不敢是否一定會說你 其實合作的空間是很多的 譬如他除了自己的workshop 他會教班 會教一對一 其實我們在這幾年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日一合作的時候都會說 他的品牌是說健康 運動的健康 那健康是甚麼人需要呢 全人類都需要 是 八至八十歲都需要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訊息傳遞下去 但是這個訊息傳遞不是只有你說的 你要做些事的 例如我們會參加一些活動 公益活動 學校呢 上兩個月而已 我們有一段新聞就是說 有一間小學 邀請了他就拍一些片 就可以讓小朋友 在網上下載回做運動 那怎知道原來學校很好 就是因為如果你遇到 target的小朋友 就是做了運動的那些 就有個勾章仔 那個勾章仔就是 杜先生的卡通樣子 還有他的金句 他去掌握小朋友 那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走 那其實我會覺得是 他現在講運動 講anti-aging 這些 其實已經是進入了社會 文化 甚至是一些大眾化的東西 那些小朋友 我都說了 其實運動是八至八十歲 很多些 譬如好像那些 賽交叉會那些 活動是很多老人家的 那每一年都有一些 甚麼心臟日 那些很大型的活動 都會邀請他去幫大家 做一些運動 去講宣傳健康 其實品牌應該是滲透在你的日常生活 嗯 無處不在的 那其實事情就會比較活動 是啊 阿寶堅 我想問 你最近有沒有做運動呢 嘩 最近我的腰出了事 就是 有一天踢球 一聲 然後腰有三天下床 都下不了的情況下 就少了做運動 但是之前 就是來日本之後 因為這裏 Kind of 是好吃好住 而且主要是這裏 那些食物的 炭水化合物非常之多 它很流行 一個炭水化合物 加一個炭水化合物 就是拉麵筋白飯 又或者是餃子 即它不當是炭水化合物 但是也很多的炭水化合物 包著 再加一個拉麵 所以肥都 就是 一隻東西 把肚腩打出來 自肥口映 厲害 對 自肥計劃 自肥計劃 那 它不見了 在網上看到 有些YouTuber 都會 是嗎 hello hello 又回來了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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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回來了 是 很飄忽的 幫我branding 我這個飄忽的形象 所以會上一些YouTube看 教人做健身的事情 但是我還沒有留意到 道德志那些事情 所以可能 可以搜尋一下 你可以搜尋一下 你打道德志三個字 在網上 應該有很多片看 但他以前是一個歌手 他不是道德志 道德偉的歌 是的 他以前也是唱歌 他也是的 他們跳舞 其實他有音樂人 他又有唱歌 唱歌當然是包括跳舞 他的運動也很興奮 他自己自創了幾個program 裡面也有一些舞步 讓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而且他始終是一個音樂人 他的fitness 就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種類的音樂 令大家很好玩 他沒有那麼悶 對 因為你做運動 說真的你都勞累 如果開心一點 開心一點 那就正 所以我就是看到那些人 以前很多年前 那些女士去減肥 就是跟誰減肥呢 就是鄭多燕 是的 是的 但是你不要說笑 鄭多燕 就是影片拍片 硬做運動 沒錯 你別以為他一個動作 重複做很多下 很累的 真的很累 對 還有真的爆汗 堅壽 其實只要你做一些事情 是心肺 你就自然流汗 你就會瘦 我那時候剛開始做他 你看我都幾大件 你有做過鄭多燕嗎 不是 我是做過杜先生 我跟了杜先生半年 是 訓練了半年 每個星期 我想我跟他做半小時 我沒有節食 半年摸了十公斤 每個星期半小時 真的 因為他那些都是極度燃燒 他都會很強 其實你是燃燒得很快 而且他始終是很有經驗的教練 他是很清楚知道 做些什麼 你不用浪費時間 也不用浪費位 你就已經可以做到你的效果 我真的半年就沒有了十公斤了 但這半小時裡面 是地獄式的 他不讓你停 他都會遷就你 要不然就要叫白車了 他會遷就你 我想他現在是 遷就得厲害了 如果他再年輕一點 聽說 因為他很多朋友 我們都是朋友 以前有找他訓練 都會說 魔鬼教練 他真的 我覺得都會是 他絕對是 因為我們這些 做不習慣運動的人 突然之間叫你 這樣不斷 因為我也有一個 朋友仔 他是教人跳 那些叫做 我忘記了那些叫什麼 舞 總之是運動的 不斷在那些 總之在那九個字裡面 就 投了十五分鐘 給你做Warm Up 那半個小時是不斷跳的 他又不收我錢 但是 你也是很辛苦 你想給他錢 他就趕快走 是啊 你完全是 爆汗爆得很厲害 是的 所以其實 也是那句 真是很幸運 我一開始 做品牌的時候 就遇到杜生這個品牌 那就是 令到啟發到 我覺得 其實是可以將 每一個人 或者每一間公司的品牌 做得更加正 讓人知道 那時候我們都說 其實 做到連的士佬 都令到頭 咦 賭得知 那其實品牌效應 就成功了 當初你接觸他的時候 你打算是 即他是你 公司的第一個客戶 那時候都不算 那時候我其實是有其他事情 正在做 正在研究 如果想開公司 做一個什麼方向 因為其實我 比較少做香港市場的東西 我做外面的東西多 那我就發覺 不如試一下百刀 那試一下百刀 那不如試一下 那就覺得 這個品牌挺好的 其實可以發展的空間更加大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 為什麼你剛才問我 不如怎樣介紹 魔術師 其實就是想將一些 人看不到的東西 呈現出來 是 是 你 那 你 你 感谢观看